耶 歡迎回到完全娛樂的 完全MT 好 接下來讓大家呢 除了今天可以看到四位影員之外呢 我們也讓大家可以看一下 泛洋星星裡面的一些小小的片段 當然因為這個其實 第一集已經要跟大家見面了 那相信大家應該對一些片段 還記憶猶新吧 對不對 因為才剛拍完嘛 所以我們待會就讓大家複習一下 在這個我們的螢幕當中 會放一些影片 我們來進行的是 影片早茶的部分 嗯 沒錯 有嗎 這個時候翻譯有 這個時候翻譯有 他這一定聽不懂了 那不是日文嗎 厲害了 所以他應該了解吧 對 了解 聽得懂 聽得懂 好 那我們現在 這個要跟大家講的就是呢 最後呢一樣懲罰就是輸那一方 一樣的小手 好不好 男女呢都要各打一下 好不好 但是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戲名非常的重要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在這個板子上 都有每一個寫下自己的這個 算是對戲的一個認知 我們看到這是劉河娜所寫的 這個呢學中文 學了半年寫出的 放羊的星星 接下來我們來讓大家看一下 麗威廉學了三年之後呢 他所寫出的 這小鈴寫的 不是我寫的 蛤 是嗎 我好像不負責任 好 所以我們到底來看一下 哪邊呢對自己的劇情比較了解 先來看一下第一題 請看好了 放羊的星星 請大家來找他 現在請你仔細看看以下的畫面 放羊的小孩說的話呢 放羊的小孩說的話呢 放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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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江湖深不由己 如果人千萬不要騙 看清楚了嗎 現在題目來囉 請問你在女入獎身後的警察 她是極限極星的警察呢 哇 誰看得到啊 極限極星 好不好 是 就是有KILL啊 就是她背後後面的警察 她的那個尖線上面呢 這個啊 胸前那個是極限極星 應該是 因為極限極星有代表她的這個 警察的關接嘛 對 對 來 這題呢 非常簡單喔 我不知道 這個我不知道 你不要忘了 還有人要畫的 這裡是直接用寫的 用寫的也可以 三線三星 這個三線三星是很高的 對 應該是坐在辦公室翹腳 然後不會出來的 提示一下 這三線三星非常高喔 不改 不改答案 不改畫圖了 好 我們來看林靜跟劉和納這一組是 幾線幾星 好 來 這個應該算是一線三星 對不對 好 這邊是三線三星 到底是一線三星還是三線三星 我們先來看一下解答 解答 答對了嗎 答案就是一線三星 喔 一線三星的 基本上三線的那個應該都是局長類型的 已經到局長才會有到三線的 所以呢 一般的警員應該都只有到一線三星的部分 好所以恭喜第一題的是林志穎跟劉和納獲得一分 獲得一分 好 請接著第二題請看好了 仔細看看 看啦 一萬種可能呢 什麼味道啊 什麼 什麼 什麼一萬種可能 什麼都可以 就是不扭榴槤啊 這樣總共一百五十萬 現在題目來到 請問你剛才公車壓闊具的石頭總共有幾顆 公車壓石頭你也問得出來啊這個題目 這個我跟你講這要非常努力 因為那個鏡頭基本上沒有拍到這個演員的 所以演員要在現場很觀察那每一個細節 每一顆鏡頭都要觀察到才能 我們看一下 洪曉玲這邊一定有答案是兩顆 是 洪曉玲跟麗惠蓮是兩顆 唉唷 唉唷 兩邊都在寫兩顆 到底是不是兩顆呢 馬上來看一下解答 什麼 答對了嗎 答案總共是兩顆 什麼味道 欸 可是剛才 我不要看他一直 為什麼 我肌力不好 我肌力不好 我為你加油 我們很明顯從洪曉玲從Latte也開始變蠻牛 對 他已經開始受不了了 好 所以呢兩邊都是或對 你可以上 如果你看不到 我們可以開放你到近一點的位置 比如說我在這邊看 我換了眼鏡 那你現在下一題你要不要到前面看 還好 還好 那等一下你這個板子就完全讓他作答 好 我們怕遊戲進行到7點的時候 洪曉玲已經離開了 對 我太累了 氣死了 走掉 好來第三題請看好了 方洋猩猩大家來找他 現在請你仔細看看一下的畫面 要 會把愛掛在心上 滿天的星光 就算給我 一千個願望 下一題目來了 請問你剛才在畫面當中 時鐘上面的時間是幾點幾分 是剛剛喔 剛剛喔 剛剛喔 不是最後那個後面喔 李威廉很快就把答案寫完了 到底是不是這個答案 剛剛喔 剛剛的韓文怎麼講 阿嘎 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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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來洪曉玲這邊已經有答案了 來 真的 2點30分 2點30分 其實兩個答案一樣 基本上 其實這個題目喔 最吃香的就是林志穎 對 因為他在現場啊 可是我也根本沒去注意到 我是剛剛看的 剛剛看到的嗎 好 所以到底是不是2點30分 那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答對了嗎 答案就是2點29分 好近喔 這太...太近了吧 我今天不是提醒你們 是剛剛啊 因為是剛剛上一顆鏡頭拍的時候 29分 然後拍下一個鏡頭才跳到30分的嗎 好 所以是29分 好 兩邊的都失敗了 差一分鐘 好 非常可惜喔 好 接下來 第四題 請看好了 蜂羊的星星 大家來找他 現在請你仔細看看以下的畫面 只愛沒人不要江山 可惜 你就看不上沒有江山的人 我跟亞若 需要你的祝福 我要考慮一下 快來住二少爺 啊 啊 請問你剛才在畫面當中 林志穎跟寶全在鬥毆的時候 門上面出現了什麼字 有本人 來請用嘗試想一下 門上面會出現什麼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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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能是公司 百貨公司 對不對 還是禁止鬥毆 或是禁止通行 還是幸福寶全 或是你要進門的時候會叫你怎麼樣 是不是 都有可能 好不好 5 4 3 2 1 請亮答案 來 一邊寫的是拉 一邊寫的是出口 到底是拉 還是寫著出口 好呢 趕快來看 考慮一下 答對了嗎 答案就是拉 哎呀 所以目前的比數 我們現在趕快跟大家講一下 比數的部分呢 是林志穎跟劉河娜已經有三分了 但是立威廉跟洪曉雷只有1分 洪曉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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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搞什麼 辛苦啦 辛苦啦 好 所以目前還差了2分 接下來還是有題目 所以還是有機會可以版平的 好 第5題 請聽好了 放羊的星星 大家來找他 現在請你仔細看看以下的畫面 請問你剛才在畫面當中出現的身高圖 最高是到幾公分 身高圖 最高是到幾公分 身高圖 最高要到幾公分 以有數字為主 後面的比 要有數字為主 我們就不要什麼 什麼多少啊 幾什麼兩公分三公分 那個我們都不算 以有數字的為主 5秒 好不好 就是有數字寫到哪裡為主 3 2 1 來請亮牌 我們看到林志穎剛 這個劉河娜就組 175 2 然後他立威廉跟紅小0 的這一組是167 他們都寫怪數字 但通常那個都是整數吧 比如說175 180 185 你們有看那個身高圖 會有寫著167 然後172 這樣子的嗎 應該都是 150 160 170 180 這樣子吧 好沒關係 這一組他們的答案 雖然有點怪 不過我們還是要來看一下 解答到底是什麼 答對了嗎 答案就是170公分 好可惜喔 對 其實剛剛林志穎一開始有講 劉河娜是把那個170上面 那一小小的空格也酸進去了 為什麼你會想寫172咧 我172 你172 你172 加他頭髮兩公分 你也有問題很順稿耶 我們是問那個錶喔 好不好 來接下來第六題 請看喔 這一題呢 其實老實講是比較難一點的 因為複雜了一點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複雜的星星大家來找他 下一題你仔細看看以下的畫面 下一題目來囉 請問你躺在沙發上面的兔子玩偶 右邊的那一隻是什麼顏色的 右邊的那一隻是什麼顏色的 右邊的那隻是什麼顏色的